请接牌 台大国际政经学院正式接牌 校友热闹相聚 包括国发会主委龚明星 富邦集团董事长蔡明忠 以及总统蔡英文通通到场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 台大法律系的系主人 来给我们讲解 为什么要学法律 为什么要做法律系的学生 最后他讲说 因为你们将来有希望成为总统 蔡英文回忆起 在台大法律系的时光 因为政经学院的落脚点 就在台大就法学院院子 徐州入校区 去年台大决定在这里创设新学院 总计规划三大学程 包括政治经济 财经 领导与管理 以权英语授课 同时招收本地生与国际生 目前已经和日本早稻田大学 美国哈佛大学等名校 洽谈合作内容 因为台湾的政经跟科技的重要性 很多不同国家人都来了 可是我们并没有政经的这种领导人才 后来我又看到台积电 开始在征求政治学的博士 所以我一直想说 那国际政经学院要推动 目标要培养出懂政治金融 也懂科技的领导人才 至于经费 在未来十年 民间企业加上国发会 共会捐助28.5亿元 不过外界也好奇 是否会邀请即将卸任的 蔡英文总统担任教授 非常希望总统可以来演讲 可是总统不会来这里担任教授 台湾大学 在聘的一个老师 都是三级三审 是非常严格的 绝对不是外面讲说 什么政府的官员的旋转 明年秋季 政治经济以及财经硕士学位学成 将会率先招生 百年古迹摇升一变 继续成为培育人才的重要摇篮 每日新闻量学生 不和台北三宝报道 更多精彩新闻 请下载APP 订阅民事新闻网